大家好,我们是电影老师说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Gucci,豪门谋杀案 我是Eddie 我是Dev OK,我们来到了2022年了 在2022年呢 我们看的第一部电影呢 就是Gucci,豪门谋杀案 不过在电影开始之前呢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 Eddie 就是对于2022年呢 你有什么样的电影或是影集 是你期待的吗 我们第一部不是千万别抬头吗 千万别抬头是我们在跨年之前看的 我们只是在跨年之后讲 所以第一部2022年看的片 应该算是Gucci,豪门谋杀案这部片 对,OK 好,我们先回到主题来 对于2022年你有什么样期待的电影或影集吗 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很喜欢 漫威跟DC的一些英雄片 所以我就调了一些除了这些之外的片 那我看到的第一个是 木下狂潮 你知道木下吗 不知道 他是一个画家 艺术家 对 然后这是他的传记记录片 那我之所以会提出来是因为我很喜欢 木下的作品 他有什么经典的作品吗 我没法就是 或者说去形容一下 他的画作有什么样的 incredible的地方 如果我直接跟你说 你应该一头雾水 但如果你一看到他的画作 你就会说 哦,原来是他 你现在在查是不是 对啊 木下是不是 阿尔峰斯木下是不是 那你点他的作品 直接查图片 等一下,你有看过吗 我没看过他的任何的画作 但是我看到他的画作的时候 我会想到 很像塔罗牌上面会出现的东西 对啊,对啊 还蛮像的 你没看过他的画作吗 所以他算是 库洛魔法使的争论版吗 我不知道 但我小时候蛮喜欢 库洛魔法使的拍 反正我就蛮喜欢他的作品 然后他最近好像在台湾也有办展览 然后我之前好像有约你去 然后你就心自缺缺 你没跟我讲是库洛魔法使 你跟我说库洛魔法使 刚好我就去 好啦,反正我就是很 还蛮期待这部片的 那他就会描述他的作品啊 然后他生平 那也会找来一些被他影响的艺术家 来去讲说 他们对于木下的看法 还有木下对于当代艺术 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他算是纪录片 对,算是纪录片 还有吗?除了这个那么文艺的片以外的话 有,有一部国片 叫做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 这部片特别长 对 我现在片名是在取比长的吗? 谁最长,谁比较厉害 像最近不是有什么茶的? 一杯奶茶 一杯热奶茶的等待 对,对,对 一定要那么越来越文艺周周的感觉嘛 好啦,那我之所以会期待这部是因为 这部电影它其实是取材自以前迪卡上面指报的一篇文章 对 那标题是一样的 那这个故事就是在讲述 女主角的朋友收到了一个爱慕对象的早餐 然后呢,女主角的朋友就是把这个早餐就给女主角吃 然后女主角就吃了她的早餐一整年 结果,要讲结局吗? 诶,反正就是迪卡上一篇文嘛 如果你们好奇结局的话可以去那边看 去找到那篇文 你觉得他们在拍这部片的时候 嗯 有需要先找到创作者本人去请求授权吗? 应该要吧 我觉得要耶 可是他怎么找到那个人? 但这就有点像改编制真实故事 对啊 对啊 因为都是匿名的嘛 那除了这部以外呢 如果讲好莱坞电影里面的话 好莱坞的话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暗黑电话亭嘛 对 不是电话亭 暗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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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你没这么讲暗黑电话亭吗? 因为他自己也有出一个短集小说 就是在讲什么电话亭的 所以他每次要把这个片跟那个片 就是插插电话亭 好 反正就是暗黑电话亭 不是暗黑电话 然后那个精神尖叫四嘛 然后还有一部叫做失落迷城 就是三卓布拉克跟查宁塔图 查宁塔图演的冒险片 对 然后里面还有布莱德比特 对 还有那个哈利波特 对 照我所说的 只要是布莱德比特演过的片 应该原则上不是什么烂片 对啊 而且故事其实也蛮有趣的 就是在讲一个编剧 他发现自己写的东西 原来是真的 有可能是真的 对 然后他就去探险的故事 对 其实现在已经蛮难得 就是说 在这一两年下来 你只要是需要去森林里探险的故事 就会有巨石枪声 对 我就想讲这个 不过我很意外 在2022年的这个 今年我所看到的一些 叢林冒险的故事 竟然都没有巨石枪声 像是 你现在所讲的这个 斯洛弥城 他另外一部那个 小蜘蛛演的 《蜜镜探险》 都没有巨石枪声 可能巨石枪声 不想要演这种片的吧 有可能是 因为巨石枪声 最近在忙那个 DC的新的反英雄电影 哦 你说黑亚当 对 然后说到这个 英雄电影 我还是有整理一下 漫威DC 还有索尼 今年会出的一些电影 我只整理 我期待的那些电影 你期待的也太多了吧 所以至少要十部耶 我们要整理影集在里面的原因 在于说 对于漫威或者是DC的影集 我并不是每一部都会去追 因为我觉得 它不是每一部都拍得非常好 你说你只有一两部 不会去追吧 没有好不好 像 2021年的时候 那个什么 那我们飞鸣的 黑 飞鸣的那一部 嗯 就是Falcon跟那个 酷寒战士的那一部 我就没看 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在讲 政治议题的东西 然后有点 我没有很喜欢啦 但有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里面的演员 不喜欢那两个角色 好 对 ok 今年会出哪些超级金融片呢 首先漫威系列的话 它有出像是雷胜索尔4 然后奇异博士2 还有黑豹2 然后呢 DC部分的话呢 它会有出蝙蝠侠 黑亚当 然后还有闪电侠 还有水行侠2 那我要特别讲的是闪电侠 因为据说啦 闪电侠在这部里面 它也是要搞跟漫威一样的多元宇宙的东西 对 然后就是找回以前的那个米高基顿 就是最早期的蝙蝠侠 会来是演这部片 再次饰演里面的蝙蝠侠 所以简单来讲 是抄袭蜘蛛人无家日的梗 只是我个人认为 大家对米高基顿的蝙蝠侠 不一定有相对蜘蛛人那么的深的情感 大家这是题外话 那索尼呢 今年2022年呢 会推出一个 推出两部片 一个是那个吸血鬼 摩比斯 我看到你在上面打摩比尔斯 我可能看到大陆翻译 另外一个就是 蜘蛛人新宇宙2 我在A里是不是没看过蜘蛛人新宇宙第一集 我没有看过蜘蛛人任何一集 OK 蜘蛛人新宇宙是被评为最佳的蜘蛛人电影 你是说那个动画吗 对对对 那时候A里在看完蜘蛛人新宇宙2的预告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说 光是看这个预告我就知道 这部片已经比以往我看到的蜘蛛人片都还要好了 我印象很深刻 好啦 那另外还是要提一下 除了超级英雄以外的电影 还有什么片是今年我也期待 像是尼罗河谋杀案 我知道 它就是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续集的概念 它是阿加沙克利斯蒂的小说改编的 那 它的这套小说其实也不算是续集啦 就是它有点像名侦探柯南这样 就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去讲 就是它的侦探都是同一个人 就是白罗 对 然后就是看今天遇到了什么事情 然后这个事件怎么样 然后他就是在探险破案的过程 对 他就是一个死神 就是一个名侦探柯南的真人话 只是他不是小孩 他是一个 老头 对老头 然后我之所以期待这部片的原因 在说里面有盖尔加朵演的 哦 对 你看现在盖尔加朵 还可以啦 就是它算是这个世代的一个 好莱坞女性里面的算是 蛮正的女明星 那再来就是我也发现2022年 它其实算是一个 IP续集的一年 我觉得近几年来越来越偏向这个感觉 就是大家看的电影都是 越来越趋向 就是都只看以前看过的片的续集 然后现在一些新出的这种片 都反而没那么多人愿意去看 对啊 像是今年会出的续集有像是 阿凡达2 这部片我不知道 他反正他已经说要出好几年了 对啊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来 所以今年到底会不会出 我也不能确定 对啊 那再来就是 诸罗纪世界 是诸罗纪世界还是诸罗纪公园 世界 公园是以前的三部曲续集 对 那不过这一次的诸罗纪世界 会请回原本诸罗纪公园的老演员回来演 我有看到他的封面是一个小孩 小孩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预告 那好像不是正统预告 那好像是什么 配合什么 电视的什么东西的广告而已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不可能的任务期 我最期待这个 IP系列的原因在于说 每次你就会看到阿堂哥 如何在秀出他的上限 你很难想像一个快六十岁的老头了 然后他如何不用替身演员 然后就在那边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极限 像是之前的任务六吧 他为了前半段的一场戏 从那个什么高空一万公尺 来多高 然后跳下来 只是他在那个高度跳下来 不是像我们那种一般去玩那种高空跳伞 那种高度 因为我们高空跳伞那种高度是 你只要有人带着 然后就可以跟人跳下来 但是在他们那一万公尺那种高度是 你在那上面是没有氧气的 所以你必须另外穿 类似太空衣那种感觉 攻击你氧气 然后他要一个人从上面跳下来 不能有教练带着你 然后他就本人自己请自己去跳 我觉得非常的夸张 这个演员他如此的奉献 我觉得很扯 所以我很期待说 他在不可能的任务期 他会有什么更夸张的表现 那另外影集呢 我想问问 影集的部分你有期待哪几部吗 当然就是《王冠》啦 大家的期待都知道你最爱《王冠》了 其实我觉得 Gucci跟《王冠》的感觉有点像 怎么说 就是 风格嘛 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之后再说 好 然后另外一部就是《黑泡纠察队》 这也是等了 蛮久的了 也是还好啦 因为我是前阵子才看 对对对 不过今年是有看到有人说是在 今年的6月3号会上映 那《黑泡纠察队》 其他原因在来说 他虽然也是讲超级英雄 但是他是比较以写实的方式去讲超级英雄 应该是说他在讽刺超级英雄 对就是当超级英雄生活在现在的社会中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 然后这种讽刺黑色幽默的片 就是我跟Elly特别喜欢的片种 对 我自己比较期待的影集的话 除了刚刚Elly所讲的《黑泡纠察队》以外的话呢 另外一部就是《怪奇物语》 这部片Elly没看 但是Elly之前有看过半集 左右 然后他也知道为什么这部片会红 因为他有一些就是 美术设计做的蛮不错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复古迷的话 你就会爱死这部 像我有一个朋友就超爱这部 对 他就是整个完全就是在那个 70、80年代那时候 嗯 然后完全的色调就是符合那个年代 他连那个拍摄的手法什么都很像 这很适合拿来做主题游乐园你知道吗 对我有感觉 要是他做出来一定有很多人会去 我可能也会去 而且他很适合拿来做恐怖的游乐设施 对 他很适合当作那个恐怖游乐设施 不会太过血腥 然后又符合可能小朋友到青少年的恐惧 嗯 然后又会有一种怀旧复古的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各的年龄层都会在里面玩得很开心 对对对对对 就一个恰当的好处 我觉得他其实怪奇物语的这个 怪奇物语的这个影集呢 一直让我想到 他其实就是Eat的影集版 我觉得Eat他没有那么 复古风那么强 对 他感觉就比较趋向是讲故事而已 嗯 然后怪奇物语是整个世界观都制造得很好 那种感觉 而且他会有一种老派的笑话 哦对 那种东西我还蛮喜欢的 对 对 而且有一些典型的那些老派角色在里面 对对对对 OK好 那这是我们今年所期待的电影会引起 主题回到我们的 那我们是昨天上映的第一天去看的 但听说在美国那边好像在去年的11月底就已经上映了 对 所以这部片各国的上映时间都不太一致 嗯 对对对OK 那反正我跟Eat昨天晚上下班之后就去看完了 那看完之后 Eat你会觉得他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他有点像历史记录性质的 其实我是期望他是一个惊悚的悬疑片 会不会有点像是白罗那种 尼罗河摩杀 就是他会去调查他到底中间发生了什么 然后到底谁是凶手 对 但是结果他是一个片历史的戏剧片 他有点像是理查诸威尔事件那种 记录这种 就是剧情片 对剧情片 对比较偏剧情片 不是惊悚 对 对 那我讲一下这部片在讲什么 好了 那 Gucci 豪门谋杀案这部片 其实改编是真实的事件 他是讲述就是Gucci的第三代继承人 叫做 Malizio Malizio Guzzi 就是如何搞垮他的伯父跟坦格 他的伯父是Gucci的第二代继承人 嗯 然后呢最终两个夫妻却又因为就是 权力的争夺而繁目成仇 对那 Patricia最后就 就买凶谋杀了Malizio Malizio Gucci 对 然后最终就是整个Gucci家族都消失在Gucci这个品牌之中 不要觉得我嘛 为什么没有爆雷警告 因为片名其实就已经爆雷了 哈哈哈 对啊 就 嗯 对 对 所以我这就是另外想问Eddie 就是你觉得 他的这个Gucci豪门谋杀这个标题曲的怎么样 我觉得 他真的有点误导我 像你刚刚说的 我就会期待他像就是 侦探片一样啊 或是像东方快车谋杀那样 但是其实他不是那样 对 而且 他的英文叫做House of Gucci 对 就是Gucci家族 可以这样子 对所以他的大陆翻译跟他的香港翻译 都是 大陆翻译叫做Gucci家族 古池家族 我们要用大陆翻译 OK 那香港翻译呢 叫做Gucci名门望族 我觉得这两个翻译 比台湾的翻译好一些 因为他并没有去交代说 他事件的结尾是怎么样 但是其实我觉得 大陆跟香港翻译 虽然比较贴近英文的翻译 但是 呃 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吸引我 哦对 这也是另外一个考量之一 但就像你说的嘛 他的台湾片名的翻译 会让我们有点被误导 被误导导 导向以为他是一个悬疑片 大家可能进电影院会想看到 诶 他凶手到底是谁 然后 到底事件可能就在中半段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了 然后我们就在中后半段 开始去找到底谁是凶手 然后一步一步逼近真相 对啊 或是至少让我们猜测一下 到底是谁会被杀 我一看完预告 就大概知道到底是谁杀谁了 所以就没有一种惊喜感 那这个中文片名就没效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进到电影里面看到的 比较多的是 这个豪门谋杀案 它算是一个结局 对 然后他花了两个半小时的片场去讲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 对对 对啊 然后我跟艾莉另外为了这部片下了不一样的注解 对 我自己认为呢 这是一部片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女人如何搞垮整个Gucci家族的一部片 嗯 那艾莉呢 我是认为说就是 这部片是关于Gucci家族如何陨落 然后陷入互相陷害入狱 然后买凶谋杀的地步 嗯 我先讲看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是一个女人搞垮一个Gucci家族 嗯 因为 从 最一开始的时候 嗯 这个 Patricia 我念的部标准不要怪我 我毕竟没念过 Patricia Patricia 太翠西亚啊 就是那个永恒族里面 他不是也叫Patricia吗 是吗 不是吗 Patricia OK 那我回到正地来 从最一开始 他老公根本不想要解 他老公 Malizio Malizio 我叫小毛 然后我叫小毛 小毛 我不知道我不会念 其实小毛呢他一开始并不想要接Gucci的家族事业 对他跟他爸吵说 这是你的灵魂 这是你的Ghost 对 他觉得我可以自己去闯出我的一片天 只要我有爱就可以 只要他跟Patricia一起就可以 但是呢 Patricia好像 据我所了解的 他自始至终就是 为了要进到Gucci这个家族 所以他也是想尽设法呢 把小毛给印回Gucci家族 去接管那个事业 然后到后期呢 Patricia他如何诱导他的小毛老公呢 去陷害他的伯父跟他的堂哥 导致他们的股份全部都被他们两个人给买下来 然后到最后他们如何 到最后他们如何 就说自首遮天 然后 自首什么 自首遮天 自首遮天 然后只靠他们两个人就去 就是垄断这个Gucci家族的市场嘛 变成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去进行这个公司 对 然后到最后的结局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整部片其实就是 这个Patricia Patri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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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人的阴谋 所以我就觉得是她高垮了整个Gucci家族 那我之所以会持反对意见 是因为其实 我以前有听过一种说法 就是历史上 如果一个帝国垮了 你就找一个女人顶替 像是商咒王的帝国垮了 他就说是因为打击魅惑了商咒王 嗯 所以导致上咒王昏庸五度 然后整个帝国就垮了 WTF 还有另外一个是杨贵妃 过了生活太过于奢侈 然后整天跟 我不知道她老公叫什么 唐玄宗吗 对唐玄宗没错 导致唐玄宗就是整天 就是和她一起玩耍啊什么的 就是昏庸五度 对 淫乱 那你为什么不想 为什么你自己爱玩啊 你自己爱玩怪我吗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是小毛他自己 太爱Patrizia 导致这一切的发生 他自己没有去制止这一切的发生 我觉得他不太爱他 因为如果他太爱他 那他为什么最后会 就是把他修了 这东西我们可能要讲到 等一下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关于我们看完这部电影 跟我们所查到的 历史故事的差别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觉得他电影的描述 跟我们看到的历史故事 有一点出入 应该说蛮多出入的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说 反正我是觉得说就是 Gucci家族的灭亡 不是单纯是Patrizia 一个人的问题 而是他整个家族的问题 然后Patrizia 其实只是一个加速器而已 你说的意思是 他可能只是这个 压倒骆驼的最后跟稻草 另外我讲到 我们刚刚所说的 关于电影 与我们参考的 历史文献的出入嘛 而我之所以会这样提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要去做很多资料 那为什么我会去查很多资料呢 原因是因为说 在看这部片以前呢 我就看到了 这个环球影业 他在拍这部片之后呢 受到了Gucci家族的抨击 不过现任掌管Gucci的CEO 他反而表示支持这部片的诞生 所以就是让我引起了好奇 而且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查到就是 里面其中一个角色是他老婆 对就是他里面那个林梅 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负责去 辅佐Patrizia的这个 算是占卜斯的概念 然后他就是 这个角色啦 这个演员 对这个演员呢 他就是现在掌管Gucci CEO的老婆 对 然后他也是 原本永恒组的手里 艾利杰克 一看到他就会有印象了 他也是那个 杀手保镖里面的那个 萨米尔杰克森演的 那个角色的老婆 对 OK 我先提几个点 然后艾利也有去看呢 有关他们当年的纪录片的几个点 我们分别再讲 我想要主要针对的角色是 关于Patrizia 这个女强人 我觉得她是20世纪的女强人 我之所以觉得她是20世纪的女强人 原因是说 她有很多名言 是在那个年代 即使到现在这个年代都觉得超狂的 我认为她算是 我们常说的那种真小人 她不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那种伪君子 我举个例子 她一个最经典的名言就是 我宁愿在劳斯莱斯里哭泣 也不要在脚踏车上笑 表达出她这个人的人生原则 就是一切要向前看起 不过我觉得这个 有一个蛮可惜的点在于说 电影里面并没有交代说 其实她会有这样子的价值观 原因是来自于她的母亲 她母亲就是从她小时候 就一直告诉她说 你不管怎么样 就是她嫁给有钱人 你嫁给有钱人之后 就会得到幸福等等的这些言论 所以导致她有这样子 我觉得算是扭曲的价值观 你刚刚提到那个就是 在脚踏车上面笑这件事情 你就想到 那个Malizio 在最后的那一幕对不对 没有她的开头跟最后 都是她骑着脚踏车 然后很开心的穿梭在意大利的街头 然后我就突然想到 这不就是在呼应这句话吗 我这时候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个 就是最后她们已经算是离婚的情况下 然后她 在那个她老公小毛 在被杀的前一个她是骑脚踏车的 然后很开心 就感觉有点像是回复自由那种感觉吧 所以是她另外一种解放的概念 对啊 这是我觉得她最经典的名言 然后另外呢 我之所以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狂的女强人 在于说 电影里面有几个点是没描述到的 像我刚刚所说的那句话 我觉得很可惜 竟然没有出现这电影中 再来是 其实Pedrici 她一直都是想要掌管Gucci的 她之所以想要掌管Gucci的原因 在于说 她的老公 其实对Gucci的家族事业并不关心 但是她自己是很有想法 想要在这上面有遗迹之长 所以她不满她老公的漠不关心 所以 因为这些原因才导致她们的婚变 加上她的控制欲其实很强 想要掌管她老公的一切 所以就是种种原因导致 才会有离婚的事件发生 这在电影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描述 那另外就是 她们其实在炒离婚的时候 炒了十年 从1985年炒到1995年 她们最后确定离婚的原因是因为 Patricia受到了她老公小毛的威胁 威胁说 你如果不跟我离婚 我就切断你们所有的金源 然后她也因为这个事情 她正在劳斯莱斯的汽车里面大哭了一场 也算是某种程度满足了她的心愿 对 然后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原因 导致她后面花了150万美元 去雇佣市民杀手 去杀了她的前夫小毛 然后我觉得最狂的是后面这个世界 我已经跟Eddie讲了好几遍 她后来被抓了 被关进监狱里面 然后她被关进监狱里面之后 在2011年 原本她可以假释出鱼 但其实真实的Patricia 她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有工作过的人 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 她获得假释机会 但假释的条件是 你必须出去找一份正直的工作 但Patricia根本不想要工作 所以她就拒绝了她假释 她宁愿继续待在监狱里面 直到2014年 然后好像有家珠宝商吧 雇佣她要成为她们的创意总监 还是类似顾问的概念 她才愿意出狱 不过她即使出狱之后 她也是认为她应该要回到估计 她觉得她自己才能最代表估计 她觉得自己就是估计 就是没人比她更适合当顾忌 所以她从头到脚的行头 到现在依旧是顾忌 她怎么那么有钱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 跟她老公离婚 会分到一些家财有关系之类的 而且我相信她算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所以她并不会是那种 我离婚了我就什么都没有的那种 对 然后受访就是有人问她说 为什么你要杀掉小毛 她说 我其实还是很爱她 不过杀掉她实在太划算了 这几个点呢 我刚才所讲到的这些点是 我觉得在电影里面 比较没描述到 我觉得蛮可惜的一个部分 Eddie你觉得 在你看完那个 关于她们的纪录片的时候 你觉得有什么点 是让你觉得跟电影里面 比较有出路的 我自己是觉得 这每个角色都蛮无力的 怎么说 不是演员演得烂 而是她没有让每个角色 够狠 够窝囊 或者是够势力 哦就是每个角色 没有办法让你那么幸福吗 你说 happy吗 不是happy 不是happy就是信任 也不是幸福 就是我觉得 可以再更 更血腥一点 你知道吗 就是你要的血流程 像是我看那个Lady Guy 那个角色我就觉得 她不够咄咄逼人 然后她中后段的时候 几乎都没有再出现 而且她就一直在哭 然后就想说 你到底在哭什么意思 你不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吗 对就是不够心狠手辣那种感觉 对啊就是 好像她突然就是变成一个 只会哭的女人 只有一个懦弱的那种感觉 但是跟她前面的那个形象差很多 对 而且她前面其实也没有狠心狠手辣 她几乎都是就是 她看起来像是辅佐她老公的那种角色 对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她有点太优雅了 因为我看纪录片的时候 她就是 看起来是一个很疯狂的女人 疯婆子的那种感觉 有一个点 我不知道男生看不看得出来 就是她涂了一个 就是死黄芭比粉的唇膏 然后那是一个非常 我觉得非常可怕的颜色 就是那种妖艳肩后才会涂我的颜色 是不是 就是很 有点像是无脑败金女的一个特征 你懂吗 但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年代的潮流 就是那个颜色 然后那个记者问她说 她老公不是有伪造文书吗 然后她就问她说 你觉得你老公有罪吗 然后Patricia就说有 然后记者就反问她说 你知道你老公可能会因此坐牢吗 然后她就说 那她活该啊 这是她应得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不够心狠手辣 这也是我最看不惯电影的其中一个点 就是她没有把这个角色描述的 非常的贴近现实 而且甚至有点洗白的感觉 对我觉得她有点把一个政治不正确的人 变成一个很政治正确的人 对啊就是像是她好像有放入一点 就是其实她很爱她老公之类的因素 那我觉得她可以很爱她老公 但她也可以心很熟啦 心很熟啦 对 然后还有那个亚当崔佛的那个角色 就是Molizio这个角色 我不知道是不是亚当崔佛的原因 我觉得她把这个角色演得很无辜 但是其实我去看纪录片的时候 Molizio看起来有点像奸商 看起来就是完全就是伤人的脸 也不是说伤人的样子 她就是一个静静的书生 可是你知道她没有那么简单 你就知道她不是一个好惹的人 对 然后可是电影里面就会一直说 就是可能她做的一切啊 都是她老婆指示的 但是如果她真的那么呆的话 她怎么有办法把她老婆弄掉 对啊而且 其实在电影中是交代说 是Patricia去追小毛的 但其实在正式故事所看到的是 小毛去追Patricia 对啊 对啊 所以这其实也跟电影里面有点出入 对啊 然后据说那时候 Patricia一开始也没有 愿意去接受她的爱 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有其他负伤在追她 就不是只有她这个负伤 对对对对 只是后来小毛可能用尽各种方法吧 然后才把她追到手 所以其实就像你说的 小毛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笨啊 没那么呆啦 而且她是法律系列高才生欸 对啊 怎么可能这样 如果她真的那么笨的话 在电影里面还演说 她的伯父对她如此的青睐 如此看重她 怎么可能 这些地方是跟电影跟现实 有一些出入的地方 但我们也不敢说 到底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故事 是不是对的 也有可能 有句话是圣者造就历史嘛 估计必须是最后的圣者嘛 那历史也是他们去造就的 对 那到底这些历史到底是不是真的 也只有当事人知道 我们直接依过我们有查到的内容去做评判 对啊 OK 我们昨天其实有讨论 整部片里面最喜欢的演员是谁 那我自己的话是 杰瑞德瑞托 杰瑞托演的 你直接讲中文就好了 杰瑞德瑞托演 因为她的中文也很老舌 对她的中文也很老舌 中文也很老舌 杰瑞德瑞托 杰瑞德瑞托所饰演的巴鲁吉 我之所以说她的原因是因为她 在这部片里面的形象跟 别部片差超多 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她演 摩比斯的那个吸血鬼 然后她也是演之前那个 DC小丑的那个 不是那个喔 瓦昆的那个小丑 是就是有跟蝙蝠家打斗的那个小丑 对 像DC的正史中的那个小丑 就是很帅的那一个 对 所以我就觉得她在这一部片的形象 跟那一部片 跟其他部差超多 就是让我觉得说 她并不是那种 演什么都会有自己的影子 存在的那种演员 她是那种 她演什么就像什么的演 像可能布莱德比特 或者是莱恩雷诺斯 甚至巨师强生 她们这些演员 在演她们的角色的时候 通常都是 最经典的就是那个嘛 乔尼代普嘛 对 乔尼代普不然演什么 看起来都怪怪气的 看起来都怪怪的 对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杰瑞瑞托 她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你不跟你讲她是杰瑞瑞托 你绝对不知道是她 喔 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是觉得 她确实是演得蛮好的 但是这个角色有点可惜的地方在于 她就一直耍笨 耍到后来就有点 让我有点腻 那你咧 如果是你的话 你最喜欢的演员 所扮演的角色 像是 就是Lady Gaga这个角色啊 怎么说 她有一段我很喜欢的戏 就是在雪地里 然后她穿着一套鲜红色的妆 在跟她小三四威的时候 我觉得那段节奏抓得很好 而且那是真的让我觉得 真的有心狠手辣的一段 就是唯一让你觉得说 她符合真实的她的感觉 对 所以我有甚至 昨天还跟Elly讲说 诶 如果今天是 像是拍华尔街之狼那样的 导演来拍这部片的话 会不会好 比较好一点 至少搞不好可以把她那种 心狠手辣给表现出来 Elly的表情就是 表示不行 她不行 真的心狠手辣的女人 我想想看 那个控制的那个女生 可是她的心狠手辣跟 这个心狠手辣 对 那个心狠手辣是比较内敛的那种 对 然后这个是很大声宣扬 就是我就是要杀你怎么样 好啦 我们回到这部片啦 其实这部片她是 导演是雷利斯考特 嗯 对 这一点还让我蛮惊奇的 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有好几度看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她的剧情实在是 其实有点太过冗昌 她是 有时候看一看会觉得有点闷 所以我在想 刚刚这样想 我之所以会觉得说 像是华尔街这样的原因说 搞不好 是因为她是 英国导演拍的电影 嗯 所以我在想如果她今天是 变成美国导演去拍这部电影 对 效果会不会比较好 因为美国她比起英国 更加的有点放荡 但我觉得这部不是放荡 因为Gucci是欧洲品牌 所以她会有一种 美国没有的质地 可是英国她又表现得太多啦 就是 因为她的质地太多 英国她那种 声势风度那种 感觉太多 所以导致 Gucci啊她这个角色 没有表现出她的心很熟啦 那就是应该要有一个 意大利人来到 那可能就没那么多人看 因为我觉得 虽然说你说有些地方很闷 但是其实我会花很多时间 去看她里面的服装 还有旁边的配件 我会欣赏那些东西很久 那看完就想买Gucci了是不是 有一点 哈哈哈 其实很奇怪齁 因为我觉得她把里面每个角色都有一点洗白 对 里面好像没有真的反派 对啊像她伯父 还有她坦哥就是很爱家族的人 你不觉得吗 对就是感觉他们两个就是 一切就是为了家族在奉献 对啊就很维护家族的人 其实每个人都很维护这个家族 但是每个人对于Gucci这个名字 有不一样的概念定义 对 所以他们就是导致了旗舰 然后就是真心斗角 勾心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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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斗角 真心斗角是什么样的概念 他们就是勾心斗角 然后最后就互相残杀 这样 我是觉得比较像是单方面 Persizziah的虐杀 直到他最后被他老公反将一军 但我觉得其实这部片 真的要说反派的话 我觉得比较像是他老公 他老公比较像是那个反派 应该说感觉Persizziah 在片里面并没有做太多 对不起他的事 但他老公反而劈腿 所以我相信可能很多人 如果单纯看完Gucci这部电影 而没去研究真实的历史故事的话 可能会大大的误解了这个小毛这个人 我觉得这样的电影不一定好 还是因为你只不喜欢雷丽史考特 我没有不喜欢他 我老实说啦 我一开始觉得雷丽史考特 他是一个老不休的那种导演 就是有点以老卖老的那种导演 我以为因为他 看起来就是那种很严肃 然后 然后骂英雄电影是烂片的人 他不只骂英雄 他骂过很多电影 不过我后来有去查了一些研究 有看到他的描述 然后我发现他其实蛮频繁在出电影的 对啊 然后最近拍了一部电影 就是这一部嘛 以及另外一部最后的决斗 不过最后的决斗 票房太差 嗯 然后导致他也甚至骂年轻人说 因为现在年轻人都看不懂电影 只会低头划手机 可以接受啦 因为导演都是这样 你不够有个性 然后不够固执 然后不够 击掰的话 很难当 不过他说 他在片场的时候 都是让大家放轻松 是他自己说的啊 拜托 你老板会说他自己很击掰吗 不会啊 他妈都说我自己是很公正的啦 他说会在片场 让大家发挥自己的创意 哦 那你觉得如果以好来物来讲的话 你觉得哪个导演他是 会让你觉得 你跟他一起在片场拍戏 是让你最轻松自在一点的 我觉得那个吧 我想到一个人 全面启动的导演 诺兰哦 诺兰有个规则 只要在他的片场 在拍片的途中 没有人可以坐着 OK 所以他就是把所有的椅子 全部都收走 就是片场当下 是没有任何一张椅子的 嗯 之前暗海社会啊 然后还有那个谁 马修麦堪娜 他们几个都有说 就是 在片场的时候 是没有人坐着 即使你现在不再拍片 即使现在你没有工作 你也不能坐着 嗯 所有人都要站着 OK好 拜拜诺兰 我想到一个人 谁 我觉得跟他拍片可能还不错 嗯 李安 对我刚刚也在想他 他脾气感觉很好 对就是很温柔 而且之前那个双子杀手的时候 他不是说就是 李安好像暴怒 嗯 然后那个威尔史密斯 威尔史密斯 就模仿他暴怒的样子 然后根本就不凶 他怎么他怎么 李安就是在生气 然后他就 走过来 然后就说威尔 我跟你讲 我现在 很生气 What the fuck 就是有点 他只是过来表达他的情绪 对啊 然后并没有说我要因此骂谁 然后威尔史密斯好像就说 What 这就是你最生气的样子吗 你发脾气的样子吗 你发脾气的样子吗 是不是 那我觉得好像李安还是最好 对啊 但是可能跳旁就不太好 可能就是因为他没生气 哦对 可能没有给演员带来太多压力 所以演员或者是片场的一些人 没有办法压力迫使他们 对对对对对 被鞭撤那种感觉 好啦好啦 我们讲那么多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 你觉得 Gucci这部片跟王冠有点像 你觉得是为什么 就是他其实也是平铺直述的在讲一个 一个历史事件 然后也都是 有点像欧洲贵族 名门望族的故事 然后整个美术设计都非常的典雅 有很多东西可以去看 我觉得 你之所以觉得王冠跟这个很像 就像你刚刚所说 第一个可能就是 他都是英国导演拍出来的电影 第二个就是 有点像是王室贵族的故事 八卦 对八卦故事 就是那种庄重高雅的那种感觉 他们都是在讲 在这些名门望族里面 发生了一些黑暗的小秘密 对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 他们都是在继续真实故事 对 所以这三点就让两部片看起来 其实蛮像的 而且都是剧情片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喜欢 王冠这部片的话 我觉得googie这部片 是蛮适合你进电影院去看的 对啊 因为让你了解很多googie 他们那一段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我觉得是有加深我们对googie的了解 先不论说我们身上有买googie的东西 但是就是至少不是单纯的品牌迷思 对啊 毕竟你要喜欢一个牌子 你中要先了解一下历史嘛 对啊 OK那 关于googie的这个历史 Elly好像有做一些功课 对 就是因为 基本上如果你会想看这部片的话 要么你就是觉得它是悬疑惊悚片 然后你想进去看 或者是你就是一个googie的粉丝 我是第一个 对 所以我就有去查了一些就是关于googie 它在里面出现了googie的经典 然后查了之后就是有些地方就开始有点看懂了 对 那我先简单讲一下googie的历史 那googie的创办人叫做googie o googie googie o googie googie o googie 对 好那他原本是伦敦饭店里面的一个服务员 对 那他就是因为在当服务员的过程中 他就激发了他要去做豪华旅游奢侈品的想法 对 那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是替意大利的上流人士 去做一些马具 还有皮剑和行李箱 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googie的设计里面看到很多关于马术的设计 像是他有经典的就是红绿蓝的条纹 那个就是 那个 那个就是就是马鞍固定在马背上的一个绑带的颜色 对 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扣子啊 扣环上面是有马贤扣啊什么的 就是都是取材制马术的一些设计 那个Patricia发现女佣的山寨包 然后那个山寨包上面有一个竹子做的饼 那个也是googie的一个经典的招牌 就是竹子做的提手 对 然后像是那个包楼不是就是去找那个Malizio的爸爸取暖的时候 然后他们不是在讨论说 他的作品是什么结合了什么 什么粉色 五八的色调 什么的 粉色搭配褐色 对 然后他爸爸不是就说 你把粉红色跟棕色放在一起 嗯 其实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嗯 所以是这样的意思是很丑吧 对对对 但我后来看了一下之后 发现就是棕色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经典款 嗯 对 所以他一直就是说 你把一个死亡芭比粉的颜色 配上我们家族的经典颜色 你根本就是一个家族的耻辱 就是在侮辱我们的家族 对 哦 原来这么深的含义 对 但是 其实如果你没有去查这些东西 你根本不懂 对 一个懂时尚的人 那边有一些梗 然后那些梗 是你懂Gucci的人 你就会看懂 对 那那些梗可能也是出自于真实故事 嗯 我会一直去看设计啦 嗯 对 就是有一些 Gucci的内梗 就像漫威有漫威的内梗 对 然后Gucci有Gucci的内梗 有一些彩蛋 对彩蛋的概念 OK 那最后我想问一下 艾琳娜你对于这一部片给予几分的评分呢 我会给7分 其实我是想要给6.9 但我觉得开头是6好难看 就是感觉它就被拉低了一个阶级 嗯 但其实也没有那么糟啦 就是整部戏我还是顺顺的看完 只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真的不够 不够贴近角色 就是不够力啊 嗯 我自己的话就是 就给它6分了 对 我中途看了好几次手表 因为我觉得 这部片实在太长 这部片有两个半小时 对 两个小时39分钟 还是40分钟吧 但是它整部片就是 很平铺直续的去讲 整个历史事件 它的故事没有太多的高潮起伏 让我觉得不像是一般的好莱坞电影 嗯 所以整个节奏就是蛮慢 反正就是这样 那下周呢 我们可能会去看金声尖叫 可能 可能 还可能 因为Eddie是不是没有进电影院看过 恐怖片吗 恐怖片 有啊 我去看过It 看什么 It不算啊 什么It不算 我看第一集耶 不是第二集哦 It不算 第一集是很恐怖的 第一集是恐怖片 第二集才不是恐怖片 它算惊悚 它不是那种鬼魅的那种 有啊 我看那个啊 侏罗基公园啊 他 那时候我才几岁而已 我才不到五岁 你要讲的是可能像 立鹰仔这种鬼 我跟你讲 你说那种It是像怪兽的那种 我觉得It很可怕啊 可是它这种 算是杀人魔这种 杀人魔这种 杀人魔这种有吗 没有 没有 那这也是我犹豫的点 就是其实 静电影院看 金声恐怖片都是蛮大的压力 对 因为它的生功效率就是太好 然后让你 想避也避不掉 而且如果里面没有人的话 就更可怕 所以我们一定要手印当天去看 哈哈哈 好啦 那我们原则上下周应该是看 金声尖叫 那如果有什么不一样 一样会公布在我们的 Bestbook或者是Instagram上面 好 OK 那本周的电影老师说就到这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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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